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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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今晚的夥伴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唐末正委員辦公室的研究員 我叫做許恩恩 今天的流程 大家可不可以先由葉寧再次進行演講 然後再輪到我 然後最後會由唐末正委再來跟大家進行互動 但是在這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小工具 如果大家有再次會行手機的話 可以幫我拿出來掃一下這個QR-Core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你有習慣使用的瀏覽器 譬如說IE Edge 然後Google Chrome 就是你拿來開網頁的那一個瀏覽器 也可以打這個網址 然後輸入今天的日期0412 那這個是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然後在上面可以提問 你可以句名 可以匿名 那我們正委非常喜歡使用這個工具來做回應 因為它的語速非常快 然後思考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它可以一次回答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待會兒的演講過程中 無論是葉寧參試分享的內容 或者是我的內容 或者是唐風正委所分享的內容 有任何的問題 隨時都可以在這個聊天室上面去發問 那如果說這個手機的使用 這TACO少不太到 或者是我不知道怎麼用的話 可以可以靠近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或者是有沒有不快用可以舉個手 然後我們可能工作人員也可以協助看一下 講義上是有 講義上都有印 喔 講義上也有講義上 大家少少看看能不能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這個是一個網頁 欸 好 那剛剛就有人講 目前沒問題 大家給上去說個早安 然後跟大家打個招呼 那這個上面就是 欸 有早安 好 就是大家如果在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任何的想法都可以隨時在上面回應 那正委來的時候就會把這個點開來 看看大家問了什麼問題 然後就會去回應 那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好 然後可以按讚 喔 對 然後可以按讚 別人的留言旁邊可以按讚 那個戰術最高 正委就會從那個問題開始回應這樣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如果slido的使用上有任何的問題也沒有關係 現場還是可以直接的發言提問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待會的大概40分鐘左右 是葉寧參試會來說明 為什麼要開放政府 那接下來的兩段會是由我來介紹 中間有個休息 最後40分鐘會有唐勝偉的分享 好 那如果到這邊沒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葉寧參試 謝謝 好 各位金門的這個主管 長官們 很少在這種長官密度這麼高的這個場合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 那今天早上主要要談的 其實如果一眼以蔽之 就是唐鳳正偉他最主要工作 你就問他說你的工作到底做什麼 那你用四個字來回答他就會講說開放政府 那開放政府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開放政府呢 就是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 好 這唐鳳正偉 人還沒來我們大家先期待一下 那大家都知道說他在日本 就被人家叫做天才IT大神 其實他對這個說法 他是有一點是非常非常非常滿意的 就是天才IT大神或數位證明 大家想像說我們在唐正偉辦公室 那應該譬如我們剛才恩恩一上來 就先介紹slide 大家就哇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數位 非常digital 可能我們上班的所有同仁 都是這個宅男 非宅 後面我們有馬來宅男是代表的 好 或者是說大家都是戴著這個 AR眼鏡 或者是都是會寫程式 其實我就是不是 我是證明這件事情錯誤 好 我跟各位一樣 大概都是這個年資跟資歷都非常多的 超過25年以上的公務員 那正偉找我來辦公室的時候 第一個就跟他講說 我不會寫程式 我甚至連連輸 那時候連連輸都好了 最後回答說 沒關係我有 而且我會做這件事情 那到底他做的事情 跟我們想像的所謂的IT大神 到底差距很淡 他常常說一個說法就是說 為什麼他覺得說這個天才IT大神的說法不太正確 對不起 這是檸檬寶貴是不是 好 沒關係 好 那原因是說所謂的IT主要是談機器連接機器的 可是我們這個辦公室最大的功能恐怕不是機器連接機器 而是談怎麼人連接人 而機器是讓我們如何來在人跟人之間連接更好的原因 那也就是台湾政府的主要的理由 好 那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去年 我們在中央會每一年都會辦一次 這個全國的資訊主管會議 包括中央的各機關 包括地方政府的所有資訊主管 那去年唐政委到這個全國資訊主管會議演講 像這樣的場合 然後也接受大家提問 那就有一位縣市政府的資訊主管就提了一個問題 他說 請問政委 我們如果要推一個科技的或是創新的服務 甚至是推一個政府服務的話 那最需要知道什麼事情 大家會想像就是 我看到最左邊這些 都是我們這個 非常見譜的 長官提到說 我們現在要進行科技創新 數位創新的時候 什麼IoT、AI、BigData、Cloud 什麼5G、AR、VR 這些我都不懂 那政委的回答大家會想像說 他可能會想說 希望每個公務員都會使用電腦 都會寫程式 他不是這樣回答的 他回答說 如果我們要推一個資訊服務的話 那大概有三件事情是需要知道的 第一件事情 這個資訊服務 要比原來的服務更省時、省幣 如果沒有更省時的 你就不要 好 舉例來講 假設我們推一個電子的報稅系統 如果他上線之後 你要在家裡搞三小時 你還報上大稅 那你還不如去稅權機關 半小時把他搞定 好 這是我們其實真正做過的案子 真的發生說 三個小時還上不了線 那你就要改善這個系統 果實的話 要民眾去適應一個電子系統 需要三個小時 還上不了線的電子報稅險 這顯示錯誤的 或者是 他至少要減少風險 減少風險很多種 減少風險包括說 他會有爆炸 其實資訊系統都不太會爆炸 我們公務員大概比較關心的 減少風險 我們到底會不會 你被人家追究責任 如果一個系統出來以後 大家責任變得更重 舉例來講 我們最近 外銷部常常在 跟我們在談一件事情說 他可不可以把 不孝的護照的號碼 放到網路上給他查 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外銷部是一個 非常非常機靈的單位 他所有的資訊系統都在內網裡面 他資料要拋出來之後 他們最後想出的辦法是 找一個同仁 每天用這個USB 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再把它上到 外面的網站的 那個屍體隔離的電腦系統上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那個同仁責任就很大 他如果有一天沒做 他會 你有一天做錯的話 他風險就增高了 這種政府服務通常推薦 第三 政府回答就是說 我們通常不要以利為貨 如果我們做一件政府的創新 譬如說我們覺得可以辯明 原來民眾辦事情 今天要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十分鐘可以搞定 可數同仁要加班到12天 這種事情我們通常不要做 因為是說 我們不需要因為 不需要因為 一部分人的方便 而造成其他人的爆肝 所以其實證偉的真正的這個希望 他一開始進到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他有希望 雖然到現在還沒有達成 他真是希望不是大家都會寫成 他真是希望說 公務員5點半 我準時下班回家 這個重要嗎 好 那就要問那個問題 也會問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這跟看方政府有什麼關係呢 看方政府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通常一個 一介度我們做一件事情 都要有目的 要能夠解決問題 那各位有想過 剛才那邊介紹slide 他要解決什麼問題 第一個通常是 在我們今天這場內 不太會碰到 我們在一般 譬如說這位到學校 或是我們到一般的社會上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沒有手機 結果就活不下去 所以你要加把手機收起來 專心聽演講 或聽上課 困難度很高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告訴他說 其實手機是可以用的 打緊發 先把手機打出來 把網路打開 可是你看他有事做 所以我們要開一個slide 可以在上面問問問題 而且看到別人的問題 不滿意你 還可以自己提你自己的 然後 而且 或者是說 你可以對別人的問題 如果你贊成跟案長 你他有心中 第二 通常 因為各位都是長官 不了解我們基層的行政 找回長官站的時候 很難問問題 而且長官站的時候 問問題 都要很小心謹慎 現在縣長不在對不對 如果縣長在的話 你們要批評一下縣長 可能問題就覺得說 這措辭一定要非常為晚 對不對 SIDO沒關係啊 SIDO 各位大家看到啦 匿名嘛 所以通常 有意義的問題 都會匿名所產生 即便在我們今天這個場合裡面 前面兩種都不發生 前面兩種都不發生 他也沒有 需要大家非用手機不可的問題 大家也沒有所謂 匿名發言 大家都主管 大家都非常熟悉 大家都工作團隊 我們就講話就好了 他還是有的功能啊 因為大家都很有禮貌 你就不一定 因為我在現在在那邊講話 你會覺得說我問問題 雖然你很想問 你覺得我講的是胡說八道 但是 你會覺得說 不好問 SIDO有一個最好的好處 就是說 即便別人在講話 上面的 有人在問問題 有人在回答問題 你還是可以警署名問題 換句話說 資訊的系統的目的 他一定要去解決 某一個問題 同樣的開放政府 他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政府大概不是我們面臨這個困難 當然全世界政府都會面臨一個困難 就是說 其實我們跟民眾的 我們越 我們其實越來越強調 為民服務的政府 可是話要說回來 我們跟民眾的距離 有收取感覺上好像越來越大 好 從傳統公文 因為大家會有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想法 說我們是做決定的人 我們是政策的決定者 所以傳統政府在面對民眾的 特別是各方的利益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中間的仲裁者 我們就是中間的仲裁者 舉例來講 這個是我們正式開過的會議 大家都知道說 交通違規是可以檢舉的 好啊 交通違規監舉聽起來滿好的 促進我們國民手法對不對 可是如果有人檢舉到 1.1年1萬件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 好 這就會稱為檢舉達人 或者是 有人會稱這叫正義模倫 好啊 那就不要讓他檢舉好了 我們交通警察來開單好了 我們交通警察來開單好了 那可是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能檢舉 基本這個問題不知道嚴不嚴重 台灣說不定在渡會區的嚴重 有人把車站停在你家門口 那你叫警察 警察什麼時候會來 警察也很忙啊 警察不是沒屍感 警察也很忙啊 那那那那那那怎麼辦 你一定會覺得說 最好有一個檢舉機制 而且這個檢舉機制 要我能夠追蹤 我要知道警察有沒有處理 有沒有人來把車拖掉走 還有那個傢伙 那麼討厭 把車停在你家門口 不讓我出去 那個傢伙一定要不要懲罰 傳統的政府的角色 站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就是聽各法的 不同的力量 然後我們最後做出決定 可以檢舉 不能檢舉 或什麼東西可以檢舉 什麼都不能檢舉 可是 各位有沒有覺得說 我們幹工人幹了二三十年之後 這工作越來越困難 因為 做出決定之後 常常 我們就變成 原來的公親就變成市主 兩邊都不理通找我 兩邊都不滿意的 你為什麼不讓人家檢舉 或是說 你檢舉為什麼 你為什麼讓人家檢舉到說 我開一個小時的車 可以吃到十張法單 誰的錯 都說我們政府官員的錯 所以我們政府官員現在越來越來越 要認農 越來越認棒 這個忍辱負重 好 如果這樣問題可以解決 也就算了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說 我們常常 為了一件事情 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夾在中間 而且我們做出決定之後 大家還不滿意的時候 大方公務員都當這麼久 都會知道說我們就不停的原地打轉 如果忍辱負重 事情可以往前走 那問題 那你就算了 那我們就好吧 反正公務員就給人家罵了 對不對 好 那但是不管怎樣 如果事情不往前走 只是說你今天要這樣 明天要那樣 那我們永遠就沒完沒了 那開放政府 其實那他中間少了什麼東西 中間少了一件事情是說 對政府的信任其實是降低的 或是民眾的這個參與的意識是 極高的 那信任降低的結果是什麼 各位可以想看 你如果看醫生 你對那醫生的決定是有懷疑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看藥也不對 他動手術也不對 他怎麼樣都不對 可是你如果相信他的時候 如果相信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他做的都是對的 好 那我們現在 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讓如何 讓我們原來 我們原來公信力很高的時候 我們做決定大家都聽了 那個人大概過去了 可是我們怎麼樣做出一個決定之後 然後大家彼此 包括民眾對我們的信任能夠提高 包括民眾彼此互相的信任能夠提高 那個檢舉人跟被檢舉的人 交通違規人 檢舉人達人跟違規價值 譬如像我這樣子的人 大家都能夠活下去 那重點就是 我們不要再當這個兩條稿中間的繩子 我們說不定應該提供一個環境 讓他們能夠彼此對話 更何況 某些事情本來就不是政府官員做就可以的 他說不定要民間的 人一起來做的時候 事情會變得更容易 而且他的效果也會變得更好 所以 開放政府 這個 這個唐東偉大概第一件先做的事情 我們先承認說 我們政府的確沒辦法處理所有的事情 所以 那如果你覺得可以處理 那你就一起處理 那換言論說 你要來處理事情的時候 它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當他要來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換到決策者的立場 我們面臨的時候有困難 比如防令上的 你如果當民眾很簡單 你如果當這個批評者是非常簡單的 各位當問了 批評者不用管預算問題嗎 不用管預算在市議會 在憲議會有否過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 觀光預算被刪了多少 你如果當民眾 我就是要開放大膽登島 我不需要管預算有沒有過 可是你如果換 你跟他講說 換你來當現場的時候 你要當預算要過 那預算要過 那如果法令不足 你如果當一個局外人的時候 如果當局外人的時候 那你當這個法令不足 那是你公務員的事情 可是話好都說回來 如果我們邀請民間一起來參與的時候 我們的問題就是 大家的問題都要顧倒 大家的問題都要顧倒 譬如說 你就不能單純講說 你就是違規嘛 你就被檢舉 那你又怎樣 那你要去想想說 如果你是那些開車的人 那你如果這個 這個 開這個 這個一公里被開六張罰單的時候 那你的作何感想 那六張罰單可能吃掉你半個月薪水的時候 做何感想 那換句話說 這樣的一個承認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請人家 你如果覺得可以做何來做的時候 他套去這個這個時候 叫你行你來 跟你行你來 在 在 在裡面有一個有一個潛態子就說 所有人的想法 所有人的感受 都要顧倒 就說我們不是集氣 我一開始就講 我們是要強化 那個人跟人之間的溝通對話 那所有的事情都要顧倒 所以原來的 那沒有名字 你講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為什麼 可能我們要見到 with the people 甚至於一件事情 明天做得很好 那我們政府也不要太麻煩 叫 after people 那就到了社會創新的年代 好 那 這就是我剛才講 開放政府到底解決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要重建的一個性格 第二個 我們也會常常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面 可能聲音最大的 不代表所有的人 那有些厲害的關係 也是被遺漏的 那我們要 要盡量讓這些厲害的關係 加入考慮之內 而不是說 我們就讓他們放棄他們 然後讓他們 讓他們 按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第三 還是一樣的 該開講 這個 即便我們使用數位工具 數位工具 它有好處啦 就是我們之所以 能夠使用slido 或任何的數位工具 或者開直播 它的目的都在於說 它可以讓更多的人 在同一個時間 表達一件 然後它又可以 達到具體的結論 但是這樣的一個 數位的工具 它必然蘊含著 對於人的思考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報告說 為什麼不用slido 那因為它可以 他可以讓大家繼續使用手機 它也可以讓大家 這個 在別人講話的時候提問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早上這個 這個拿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很想到 進門去開這個會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還少有機會去進門 可是 人事書為什麼答在這個 各位來講非常清楚 不是光是為人到 不是為人到台北來玩 這個這件事 如果你們辦在金門的話 大概各位局處首長 大概每五分鐘 就會被人家找出去 不是你同事找你 就是 這個議會找你 或是誰誰誰找你 那我們可能這個會就很難開了 所以顯然這是有設計過的 想像中在台北開這樣的會議 才有辦法有兩天多的時間 甚至是現場 也有機會陪著大家 那如果各位局處首長在金門的話 他就沒有一個效果 所以他是一樣 人的感受 跟人的這個使用的經驗 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可能看 大家會擔心另外一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不會進到民意跟民粹 這個治國 民粹自限 民粹這個政治的這個境界 這其實我們工人最怕的 你怎麼去區別民意跟民粹 我們通常聽到一個很激烈的想法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蘊含著他背後某一種道理 那個激烈的想法 我們可能就趁這個化成民粹 譬如說我們辦公室也處理過一個問題 大家也覺得說性侵啊 這個交通 甚至這個 或者是這個虐待兒童啊 那應該不但要死刑 而且要變刑 然後法務部的回答非常的標準化 然後法務部的回答 這個使用編刑 這是國際首部允許的 這是國際人權官員 已經簽署了 這個是聯合國 是聯合公約 這樣不能使用編刑 這種回答是不是答案 是 當然是 它是標準答案 當然不可以嘛 但是當有人很激烈的主張說 家暴 虐待兒童要編刑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不是在談說 他要不要編刑 他應該是談說 這個社會上的家暴 跟虐待兒童的問題 沒辦法被解決 或者是性侵的問題 沒辦法被解決 那他下一步進步要去討論的是說 那家暴也好 性侵也好 虐待兒童也好 他的什麼事情 或者是他那時候還可以要救這輛車 所以這輛車就造成傷亡 那大家都會來 抓去關 譬如我們發生了 這個太魯閣號的事件 他也會想說那個傢伙應該被搶毀 那當然是民粹 那當然是民粹 可是民粹背後都蘊涵了一定的問題 叫做我們需要解決問題 但他也可能不是單純說 我們修法 所有人都判為一死刑 而是說家暴的問題 性侵的問題 或者是酒醉駕車的問題 他要怎麼被解決 換句話說 還是一樣 回到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就是說 所以我們這個傢伙政委作為數位政委 他的數位 是非常多人的意思 我們要去談說 這麼多人有不滿的情緒 或非常高昂的情緒 或非常激動的情緒的時候 他背後蘊涵的真正的道理是什麼 那同時當然也要解決問題說 如果大家各說各說 我們公務於最反應 開場會 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而且有人很大聲 可是他代表的人搞不好不很多 然後我們做出決定 然後就有這個不滿媒體 或者是外界人批評 你們都沒有顧及到承諾大多數 你們就被少數人綁架 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 當然是在開放政府 這樣的一個架構之內 他要同時被思考的問題 好 看一下信任 個人發現就說 好 這是左邊埃莎尼亞 信任評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稅務官員 就有百分七四 所以在我們這邊大概是 是難以想像 因為他們稅務官員的這個比例都很高 台灣現在很深刻的比例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中央政府是反而不高啊 地方政府會比中央政府不高 那我要講一件就是說 信任這件事情 介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為什麼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在於說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高的原因 是所對絕大多數的民眾來講 我們中央政府是非常謠言的 我不守你的時候 我怎麼會信任 好 你想想看 我們過去幾個大家看到 他剛剛講假消息 如果假消息發生在親朋好友身上 那你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打電話問他一下說 你最近譬如說 聽說這個有拍到這個 你跟某某女子十指交口 在路上斷切 想必一定有愛面的 你若是這是你朋友 你打電話最近好嗎 有沒有什麼 婚姻上困難可以告訴你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什麼 林志玲 福恋愛 那大家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 因為我不能知道對不對 因為報上寫不上是真的對不對 那各位同樣我們發現一些問題 為什麼地方政府 會比中央政府高 因為民眾找到 比較容易找到 他的信任度就會提高 開放政府的某一個面向 他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讓政府的施政 民眾更容易接近 他的信任度就會提高 大家會想說 其實我們政府沒什麼開放 我們其實還滿開放的 要多少時間 好 20分鐘 好 我們認為 其實滿開放的 我們事情結果 我們事情都有讓民眾知道 譬如我們訂什麼法令 我們一定會公告 然後我們的預算 其實我們在我們 現政府的網站上也都查得到 那我們做什麼決定 我們現在也都會發新聞稿 那我們哪有什麼不開放的 好 那這個 這邊講的是開放政府的四大支持 包括民參與海榮各自 他各位有沒有想像 我們剛才所說的 前面的 我們一般認為政府開放的 他都是在表現在一個面向 節骨出來之後 就開放了 可是為什麼做出那個節骨 其實是大家不容易理解的 我們只知道說 今年這個譬如說 大家沒辦法登島 列宇的這個設計館 沒辦法開幕 報上加息 我看到是這個 好 那他為什麼 或者是說 我們看到做出一個決定說 我們不管是公布任何的法律 或者是做推動任何政策的時候 一般所謂的開放都是在 結果的角度才開放的 可是我剛才講的 跟各位報告 各位有沒有發現 是民眾的不信任產生 就是因為你只有結果才告訴我 他是怎麼產生出這個結果的 是我們知道的 所以台方政府 某種程度他在談那個程序上面 如何讓大家的意見 在結果還沒做成的時候就進來 而且不同意見的 他是能夠相互對話的 所以當然第一個是透明 第二個某種程度的參與 某種程度的參與 然後 當然讓所有多元意見 不同意見的進來 同時很課責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其實就是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的做事很困難 原因是說 是做事情不要負責任的是我 可課責某一定的原因在於說 所有人所提出的意見 他都必須受到公共的見識 同時他也要對他的話負責 所以透明很大一個部分 在我們辦公室的工作裡面 一定會把所有事情做下紀錄 他一部方面有兩個目的 一個方面當然做成紀錄之後 之後討論不要再回到原點 我們公共演員說 一開始也會報告 我們公共演員就擔心說 我們事情永遠在同一個點上面打算 我們開了十場說明會 每一十場 十場說明會裡面 每一個問題都是前九場提過的 然後我們要回答十次之後 還是有人講說 你們在做成決定之後 沒有告訴我們大家 那我們做成紀錄 大家討論之後 可以從下一次討論之後 從已經討論過的過程 開始往下走 那我另外一個程度就是在於說 每一個意見提出來 你說報稅很難報 要花三小時 那我們這個是可以檢驗的 我們可以看看說 到底花三小時是做在 是發生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是的確我們電腦系統很有問題 還是說其實他根本從來沒有使用過 三小時他只能停路邊的人講的 好 那他才能夠正正被解決的問題 我很快帶一下說 我們通常在 在我們在這個 政府大方是大概 基本上幾個路徑就是說 我們在推動這樣開放政府的過程中 然後我們現在 請這個陳列一個PPS小組 原因是說 我們大多數面臨的 真正要需要用 非常這個讓民眾參與的方式 絕對不是routine的工作 因為routine的工作大家都做得很好 大家都很滿意 但其實不需要這樣做 他通常都是這個 衝突性高的 或者是說 各位前兩天的課程都有上過 看到陳列一個老師有 他要談跨運的問題 這件事情 在多數的情況之下 他是找不到誰是正正的 該主政的單位 或者是說 他其實主政單位每一個都是 那我們通常會 採取一個方式說 我們先找一個單位 來做pilot 就是算做實驗 那這個單位呢 他會設在行政院 就是現在唐公正把他設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另外一個名稱 叫PIVX小組 Pov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小組 那他有什麼目的呢 一方面他能夠引領大家 先做示範 那做示範 另外也解決 剛剛前面的一個克責問題 各位一定有 我剛才一開始有報告說 我們做一些事情 一開始一定要 省失省利 不要減少風險 然後不要以零為貨 好啊 那行政院決定要推開放政府的時候 不要以零為貨 不要開一個行動計畫 叫從中央到地方各部會裡面 要達成多少KPI啊 那我們是不是要先從自己做起呢 而且如果失敗的話 是誰的責任很好 那就是唐公正 我責任他 不是我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總要有一個 啟動跟預診的單位 而且他必須是跨領域的 然後可是跨領域的時候 他還是終究要下到各個部會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部會裡面 設置了一些participation office 開放政府聯絡人 讓他在各部會深更 因為各位可以想像 有一天他們這麼會 離開這個行政院 那這樣的一個工作 總要讓我們繼續做下去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啟動的方式 不是第一個所謂開放政府行動 四年計畫 四年行動計畫 請大家遵照計畫 以此請來處理 而是我們也是透過一個一個案例的 處理的方式 來解決真的問題 而且找出開放政府 實際上可以做到的方法 那這我就想知道 他是寫作會議 就是我們的網站 就不要看 開始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那所謂的開放政府的討論方式 跟過往最大的差別 那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他在程序上面 會讓 會讓民眾 或是讓各方的利害關係 在最早期的事才能 我們一般 我剛才講說 所謂的透明 我們一般講的透明 都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階段 好 已經 政策已經擬定了 甚至法令已經定出來了 然後我們才告訴 所有的利害關係 說 誒 我們現在有一個規定 請大家遵守 那我們現在要改變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先放在最前面 最前面 對我們公務員來有一個 先要打破的心 所以我們通常會覺得說 我們是這個職業 是24小時 為您服務的 而且我們專業 國家付錢 請我們來當公務員的 事情當然要做好才能端出來 不成熟的菜不要端出來給人家吃 好 那 可是這就是我們陷入說 從貢青到市主最大的困難 原因就是在於說 那我們這些事情要做到完美才出來 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 叫做完美的事情 那不如在放棄的時候 就先問說 那大家到底有什麼需求 所以台湾政府的第一個 我們等一下談協作會 或者等下談的時候 大家也不要忘記的時候 他其實會非常強調的建設 我們先把使用者需求找出來 我們要做一個服務是 我們自己覺得很滿意 然後我們要花時間去宣導 拜託大家用 然後大家還很不滿意 而不如現在大家先談好說 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針對那個問題來解決 那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通常都要從使用者的需求來看 這是一般常說的 所謂這個服務設計的這個double diamond 他先從這個意見的對話開始 然後他才所見的聚焦 才去談所謂真正的解決方案 其實在後面半邊 即便我們如果沒有 如果即便我們沒有 真正的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至少把大家彼此互相的看法 能夠交換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我們這個 不管核能的問題也好 不管死刑的問題也好 和社會上種種各式各樣正義的問題 即便我們最後沒有 目前沒有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但是大家能夠彼此互相同意說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那也是非常重要 這其實就是這個double diamond 大陸在你做半邊 那當然如果能夠找到 真正的解決方法 同時進行開始進行測試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好 這是我們公文的關係 那你開中文會 馬數有不同意見的人找來 那他要怎麼樣不犯作 這個問題很重要對不對 而如果找來他們就 我們公文人很恐懼這個問題 因為恐懼這樣的會議 因為開了之後 大家只有吵架 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通常在談協作會議的時候 要怎麼不翻桌的時候 大概都有幾個 幾個基本的 是協作會議去遵守 第一個 我們通常不談空談的一個 這個抽象的概念 我們通常都去解決實際問題 譬如說我剛才提到的 交通違規檢舉 問題怎麼檢舉 如果當大家都坐下來的時候 好 問題都攤開來 就像我所說的 對被檢舉人他也同意說 有一天如果人家把他在 把車子停在他門口 他也需要有一個檢舉機制的時候 他就不會那麼恨這個 檢舉謀人或達人 當所謂的檢舉謀人或達人 也同意說 如果有一天你開一個五百公尺 就被造了六張像 那這樣的檢舉方式恐怕有問題 甚至我們公務員的需求都被顧到 公務員是使用者 前面Stakeholder 公務員是使用者 我們交通警察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明白的講 我的大多數的工作時間 不是在交通繁忙的路口上 維持交通秩序 而是去處理那個民眾寄來的 檢舉的錄影帶 跟這個照相 然後我還要開罰單 罰單以後 有沒開出來的 他還會來申訴 跟我長官申訴 有人一年間取到一萬件 我們交通警察局 我們交通警察需要花多少人力 才能解決 那就花多少人力才能解決 就表示說在路口也好 在交通事故現場也好 他少了多少幾年 他同樣被顧到 可是當大家認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會翻桌 如果大家都同意說 我們要想個辦法 讓把車停在你家門口 不讓你出去的 違規事件能夠解決的時候 即便那個很憤怒 他帶著一點的罰單來開會的人 他也會說 即便那個覺得說 交通違規很嚴重 我一定要有一個檢舉機制的 他也會覺得說 這個交通違規的檢舉 必須要找出一個可以恆平的方式 那非常多例子 譬如說我們也辦過說 漁港跟漁民 漁港跟釣魚的人 釣魚的人 通常都覺得說 漁港為什麼你有釣魚 可是漁民非常討論 你們在那邊釣魚 會引起信用嗎 輸入 所以我們開那個場的會議的時候 是在巴頭自己漁港 所以外面漁會的人是在抗議的 這是很明顯的會翻桌對不對 可是當 如果我們問的問題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不妨礙漁港 漁業漁 這個漁民運作的狀況下 讓民眾可以釣魚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漁民他的火氣就小了一半 可是他下一個會問的問題叫做 那釣客那很討厭 如果定時地點開放 我當然可以接受 可是他搞不好 他們會帶很多垃圾來 然後會隨地這個大小便 要問這個漁港清潔就很難以維持 那表示下一個討論的問題叫做 如果開放釣客的進來漁港釣營的話 他的清潔如何維持 那當然不是說 我們就叫漁港的工作人員 來貨台區署的同學 那他們工作就做不完 那就要問 那釣客的團體可不可以 大家互相當志工來解決清潔的問題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談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他就很難造成說漁民跟釣客之間的衝突 這是烏範座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他要用實際的議題 同時以使用為正中心 另外一件事情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其實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 你其實算的是意見 而不是你繞了多少人來 你如果相同意見 以外人來說那就是一個意見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即便不滿意的狀況下 大家只要找出一個 我們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就可以 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一個拘束力 其實這種大多數的協作會議 唐鳳正偉他是很少參加 或者是說他最後才有參加 原因是他來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他行見證明 那就聽他來做才是就好 那可是其實我們要找的是一個 大家不滿意也能夠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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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然後這樣的會議 他只是讓大家在討論之中 從一團亂之間可以從那個 從來都大家意見不同 走不出去那個點往前走一步 好 好 還有八分鐘 好 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這個 這個JOM 平台 叫做公共相冊文物館平台 JYM.GOV.W 這個國發會網站 這個大概是在2017年的時候 三年前 有一個案 非常快的 他需要五千個複裔 然後才能夠被大家 才政府的奇怪 就有義務要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提案的人叫做 王大蝦大蝦 當然這不是真的名字 好 那他要 他提案的 我們要漸進式的 這個禁止 使用免洗餐具 否則的話 這個海裡面的海龜 可能我們也看到 大家看過那種 非常殘忍的圖片 說海龜 臉皮子裡面都有習慣 這個問題難不難 當然很難 這個環保署 其實有一個十年的禁塑計畫 就是我們有環保署的長官 大家最了解 可是大家固然 我們環保團體會非常激烈要求說 你看我們海上的垃圾那麼嚴重 我們基本上還有海漂垃圾的問題 這麼嚴重 塑膠的問題 一定要緊急 最好大家都是要使用免洗餐具 一次性的 所以一次性的塑膠 塑膠用品都不要緊急 都不要使用 可是如果大家在這個市場上面買攤子 或者是說 或者說你是作為一個消費者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如果連喝珍珠奶茶都沒有習慣 那個問題就很大 對不對 那種奶茶 有習慣跟沒有習慣 那個爽度就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去買 買 菜場買菜 如果用兜戴著 自己的袋子 有時候不夠用 而且有時候四大大的 沒有塑膠袋 這很不方便 這個問題看起來是沒辦法解決的 我要講不是這個 其他人大傷害 我還答案是誰 不是這個 他就說王宣如 那時候才15歲 那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開放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在乎的不是他是不是某某環考團體的理事長 而也不在乎說他代表了多少人 我們在乎的是他的意見值不值得被重視 他15歲那時候他現在已經大學生 大學生 那顯然大家都覺得這個問題要被解決 所以他不需要代表任何人 我們只要去討論我剛剛所講的這些問題 同時我們又不希望海裡面海龜 因為這個吃虐非常多塑膠垃圾 他就絕種了 但是我們要讓大家在市場生活中 能夠實際上能夠忍受 那只有一個方法 我們先找在這個目標之下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自己做得到的 我們先不要談說 全中華民國 全台灣 全這個整個社會裡面 都不要用任何塑膠袋 都不要用任何系 而且目前他們一直做不到 有沒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做了以後對大家都沒有方案 後來其實也想出來 去年社區公布了一個方案 我們先在百貨公司 速食店 連鎖的超市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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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公家機關的學校 公家機關學校 這些地方 我們不要用聯繫下去 不要用一次性的系統 這顯然是可以辦到的 環保環境贊成贊成贊成 那對於一般這個在社會上生活 你覺得這個特別忍受 聽起來好像也蠻難忍受的 他就會在我剛才所講的 當大家都互相交換意見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找出一個真正的問題 而且能夠找出一個 大家雖然的人不滿意 都可以同意往前走一步的那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所以去年就公告了這件事情 那總比永遠去吵說 有人講說你就是胡瓜吧 有人就講說你是不在乎 我們民眾的生活 那他總是有往前走一步 而且他不需要找出某某專家學者 教授提出那個案子 我們一個十五歲的高中生 同學的大學生 他也提出那個 如果五千人面前 大家有相同意見的時候 我們就來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的方式 方式其實 不忘記了說 我們到其他的案子 包括在登山的案子 或是口罩的案子 我同樣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最後只講一件事 我們怎麼找民眾來幫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 他們講得很好 民眾的朋友很討厭 你真的叫他來的時候 他就不理 對不對 他平常意見很多人 很難啊 對不對 我們其實從幾年前 我們其實辦五年的青年學生的 參與這個網站的計畫 今年是第五年 剛開始我們青年署 其實有一個大專制 這個參與公部門的實習計畫 當我們在五年前的時候 說我們要參加這個計畫的時候 那個實習設計畫 其實對大多數 但是我部會來講還困擾 因為青年署每年 有兩百到三百個名額 可是各部會都不知道說 我們找公讀生來幹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人代行 只能上了四個半天 那各位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們處理面通常 他要找一個人指導他 他變成我們的負擔 不是變成我們的助理 然後我們在五年間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要 而且我們越多越好 那時候我們院裡面秘書長 我們成名秘書長就先五年秘書長 大家有辦公室來 說不要辦公室 我們可以讓他們在家裡工作 真的 那你去哪裡找五十台電腦 我們不用找五十台電腦 讓他們只有自己用他 自己的電腦 那我們採取的方式就是 我們同時在每個禮拜 辦一次見面會 討論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又不用他 到行政檔上 我們是藝術老師 聽到我們說 我們既不用他辦公室 也不要E-mail給他 也不要發電腦開 也不要發這個鉛筆 什麼什麼 原資筆給他的時候 他說那你不要去做好 我們做到第五年跟各位報告 今年青年署跟我們講說 你們不可以要那麼多 因為立法院也要考試院也要 那原因就是我們改變了那個工作的形態 該說的問題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其實這些參與的同學 那剛剛有機會 我們第一年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讓所有政府網站 他在兩個不同的 比如不管是iOS或i9上面 都可以使用 第二年我們做 做如何在手機跟電腦上面 他都能不能操作動 那到三四五年的時候 我們都談說政府的網站 要怎麼樣做得更好 這是去年的 那舉例來講六號 給基隆市政府跟大家很像 好 然後我們就要研究一下 基隆市政府的網站 像他們說我們這些同學也就很可愛 他們研究了一半天 他們也按照一些方法去訪談之後 他們發現說 他實在找不出說 大家要用基隆市政府網站做什麼 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就把所有的 所有的二十幾個現實政府的網站 全部打開來一個一個網頁卡 然後分成九大類 然後他去抓裡面抓他說 基隆到底需要什麼 你知道這事情要花多少時間嗎 他們我們總共只有 給他們基本工資 但是兩個月之內只有兩百小時 他們大概前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 就已經把兩百小時的時速全部都報完 但是他們還是非常快樂的把它做完 那重點在於說 這件事情他做了以後 他會覺得說他有真正的餐飲感 而且他做了以後 他會他覺得說 他對於他對於這件事情 他對於他真正有興趣去做的 那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不需要民眾二十小時參與 二十小時參與是我們公務員的事情嘛 我們不需要職業的 民眾能夠參與的時候 他只要 我們有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金門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應該有十幾 二十萬應該有吧 那我們有這麼多人 我們有那麼多的青年學生 他們只要願意換一個暑假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我在大學有一個暑假 我改善了基隆市政府的網站 明年會有其他的學生進來 明年會有其他的學生進來 那換句話說 在這個民眾參與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又要共享經濟 如果我們只花 讓那個工具變得很方便 讓大家都能夠參與一件的時候 他只要上線投票 他只要花十分鐘 他即便在美國用 他就美國時間了 那他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是一個共享的概念 那只要那件事情 讓他覺得他願意參與的時候 他就會願意去做 好 我們其實 行政院在近年 到第四年 真正推出所謂National Action Plan 那其實你各位看到 這個是我們各國所提的 這些項目 都很像他施政這個 這個計畫上面的案子 那跟過去有什麼不同 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他讓民眾在這些一種民眾間 他有參與的機會 那有參與的機會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NAP 英文就是NAT 就是NACCUSB 那所有的公務員也好 或民眾也好 要參與公共失誤 他都不需要到爆肝的地獄 那這也是開放政府的最大原因 當大家說的事情 眾人之中 眾人之中 這個所有 既然是公眾的事物 大家都有機會參與 而且不需要在爆肝的狀態上去參與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這個也是 一開始 我想這麼真正的地方 希望公務員五點半能下當 這就是開放政府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讓公務能夠好向人推出 但是大家沒有任何人 釋出一個爆肝或是爆炸的狀態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那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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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謝謝參試的分享 然後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剛剛 叹事的演講很精彩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聽得非常的專注 不過我還是在提醒一下 待會 因為我會有很多是具體案例上面的分享 可能會有很多的細節 或是很多部分講得太快 不太清楚的 那一樣就是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隨時就是 找手冊 然後手冊上面也有 那如果各位真的就是對這個 這個界面 感覺有一點陌生 覺得不是很好用的話 我們也有請工作人員 很感謝幫我們準備了 應該是一些便利貼或是紙筆 其實任何的方法都可以去 幫我們留下一些問題 那待會我休息時間 10點半會收一下大家便利貼 如果大家有問題是寫在便利貼上的話 那我會先收集起來 因為10點半 那政委會到現場 那我們可以先把問題先會整給他 這樣待會就可以比較有效率的進行QA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我的部分 再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許恩恩 恩恩是我的本名 就是感恩恩兩個一樣 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是唐政委辦公室的副研究員 那我所處理的業務主要就是也是跟開放政府有關 特別是剛剛參事有講到協作會議 就是一個我們最常使用的去體現開放政府的一個手段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會議嘛 那這個會議有什麼特別呢 我想先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我們的目前八、九十場的協作會議的其中一場 那這場是跟我們的故宮博物院合作 那所一起舉辦的一場協作會議 那就請大家先來看一下這支影片 說到故宮 你會想到什麼呢 是翠玉白菜 還是肉心石 或是穿在一起做控肉便當 你可能不知道 故宮可是名列全球前12大參觀人數最多的博物館 館藏從新時期時代到當代的展品多達69萬件 近年來因為許多創意商品的結合 讓大家對故宮的文物有很多的認識 故宮北岳這一片 每年有四百多萬人吃得很日常 非常多 多到我們票會幾乎沒有辦法複合的地步 第一個關鍵的改善就是票會不是改善 我們以前做了很多的努力 譬如說導入電子收貨機 但是這些努力經常是去物性的改善 我們希望這一次 跟堂公正的堂公室的合作 可以讓我們更廣泛的收集到問題 跟各種不一樣需求的 去討論出改善的方案 我想在全世界的國務館來說 這都是非常進步的一種做法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運用一系列協作會議的方式 找了大家一起來討論需求 尋求問題的解法 這幾乎很多人一起 為什麼是他們的 我覺得看得這麼很好的 因為就是每個地方的聲音都看得很便宜 其實最後程度也相當的好 每個聽方能Cover Cover 可能就把他寫 那是下課程 我們其他的聽者Cover 然後跟我們就集合起來的I.D. 我們對人 和共同之下的時間計畫 我覺得是很好的 以前會議大概就是等式滿滿的 都在會議室裡面 那當然是在這個會議當中 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探訪 這樣可能有更多人來參與 或許對我們是一件好事 電子畫 電子標舞 可以說在世界各國館裡面 都已經在實行 那故宮當然希望能夠追隨上 而且成為一個國際的一個標杆這樣子 協作會議過後 接下來幾個月 故宮將開始打造新版的候票流程 納入協作會議上收集到的成果 所以未來在各道通路 或各種載具上 你都能使用到 更國際化 更便利的故宮服務哦 好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場 協作會議的一個影片 然後為什麼挑選這一個案例呢 我想金門是觀光的產業 以及很多旅客都很愛去的地方 尤其我想這幾年特別是 那旅客和在地人 和譬如說假設有國外觀光客 等等不同的使用者 他們的需求是不是可能會不太一樣 像物工 他們有意識到說 它是一個很老牌的國務館 那電子售票是一個很進步的做法 我們好像理所當然要去做電子售票 然後用更好的 譬如說可能手機的載具等等更方便 這樣大家就可以不用花很多時間排隊 對不對 可是其實也有一些人 他們很想要的是那個紙本的 可能是印著當期展覽的 特別好的一個展品的 那個收藏的紀念 他想要蓋這樣 他想要一個紙本 也會有這樣有需求的人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如同剛剛參試所講的 我們在推出一項新的政策 或是一個新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不妨在更前期的時候 就先找找看 先search看看有沒有比較 我們可以顧到多方的使用者 多元的可能受到這一個 我們的政策或服務影響的人 先找他們來聽聽看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後期可能在標案出去之前 可能在跟廠商溝通的時候 可能實際上再請場館的服務人員 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很多的準備 讓這樣子的服務 可以更得到民眾的一個支持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場 就是協作會議的主題 那我們其實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樣的主題 剛剛參試已經有舉一些例子 像是塑膠吸管等等的 那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協作會議會經過一個 大概什麼樣子的籌備的流程 然後同時我們又會使用哪些工具來操作 像這個案例 這個協作會議是網友在國發會的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 那這個案子是什麼 大家知道現在可能 大家有在臉書上買過東西嗎 臉書的那個marketplace 所以現在有很多那種不是傳統的電商 可能是用社群媒體 或者是也許LINE 或是什麼等等的一些中介的平台 就可以去購物 但這樣子的購物其實有一點有走在 法律的灰色地帶 因為我們要怎麼去追查說 假設我今天要退貨的話 商品不服 結果發現賣家是在境外 然後結果我們居然追查不到 我們只找得到代理人 結果代理人又說又不見等等的 那這樣子的爭議 其實這一兩年其實還蠻多的 那所以網友有這樣的提案 就也到了我們的辦公室手上 然後一起合作去辦一場協作會議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直播的畫面 那因為這一場會議 它其實牽涉的機關非常非常多 因為可能跟內政財政官務署 跟交通物流公司 那跟超商的那種取貨退款也有關係 經濟部也被拉進來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每一個案子 很多案子都是從網路上提案 然後經過我們的開放政府 聯絡人的機制投票之後 辦成協作會議 讓我們每一場協作會議都會有 像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議題手冊 讓大家最短的時間 可以去了解這個議題 那同時我們有時候也會用一些 比較炫目的科技工具 然後在現場可能可以幫助大家 比較快的理清真點 然後對焦 但是不是每一場會議都會適合這樣做 那各部會的簡報 當然就是一定會非常清楚的呈現出來 然後還有我們的直播 我們會用直播來促進透明 然後還有網友的參與 那還有我們的會議 協作會議都會有逐字稿 來以公克責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在辦理的 其中一場協作會議 都是以一個公開透明的主原則 但不是說所有東西都要逐字稿 或所有東西都要直播 我們會附上理由的 我們會很合理的去跟各部會 去討論說怎麼樣的狀況 對這個案子這個主題 這個議題相關的厲害關係 是最好的 那同時當然會有一些跨部會的協調 以及如果一個案子涉及的厲害關係 可能很對立 有利益的衝突要怎麼辦等等的問題 好 那我今天打算 就是接下來在10點半之前 當大家休息之前 我去想很久 想說到底要挑哪一個案子 來比較深入跟大家分析 那我最後挑的是第65場 第65場是什麼主題 就是也是一個網友的提案 說要廢除區間測速 那為什麼選這個案子 因為金門是不是有區間測速 有嗎 在高速公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 金門沒有 你們有 那你們之前是不是有要示範 還是有之前有在研議說 就是路段哪一個路段是不是有要 對是不是有 我有看到新聞 後來後來就是沒有嘛 後來沒有推 對就是有這樣子討論過 那區間測速在非常非常多地方 都是很有爭議的 大家知道 如果各位開車的話 就是區間測速的那個路段 大家都會變得很歸宿嘛 就是很慢 這樣整條路 那其實滿多駕駛人 就會覺得 就是這個行車的順暢度 是受到影響的這樣子 那其實 就是科技執法 我們剛剛那個參試有講 我們是數位政委辦公室嘛 好像會覺得我們什麼東西 都要用科技執法 但有時候其實也不一定 像我們當然會覺得 如果可以精簡能力的話 用科技的輔助會比較好 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要用科技執法 可能也不一定 像是我們之前有看到 有一些大學校園裡面 居然也在用區間測速 就是學生 就一般校園裡面的速限真的很低啦 那這個到底合不合理 可能也許就可以討論 那總之 網友就是有提議說要廢除這樣的制度 他很生氣 他提議的內容其實只有寫三行 那但是還有6000多個人附議 那這個案子就被我們確平重選 然後來辦寫作會議 那我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案子我們一樣有一個 完整的介紹的頁面 那這個一樣我們就是有錄影 然後有線上的參與 那一樣有議題手冊 一樣有新制圖 跟我們的部會的簡報 然後還有組織稿 那所以他也是我們例行的 一場協作會議這樣 好 那我們的協作會議 最特別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雖然網友一開始提案 想要跟部會對話的時候 提的是一個非常的明確的一個訴求 而且是一個單一立場的訴求 就是廢除區間測速 它是要全面的廢除 看起來是這樣 但我們在經過很多的訪談的工作 跟議題分析的工作之後 那還有包括專家 還有各部會等等的代表之後 我們重新去設定 我們協作會議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我們把重新寫過的議題 就列在這裡有分兩個 一個是主議題 主議題就是說 這場會議的調性是什麼 我們決定把這場會議的調性 不是說要廢除與否 而是區間測速這件事情 跟交通安全 跟車流順暢度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大家可以想像 為什麼會有區間測速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產生 因為它可以用機器取代人力嘛 然後它可能可以避免定點測速 大家都是經過之後就 就繼續 但區間測速是一整段 可能可以比較確保安全 這個是交通學者的觀點 但是對用路人來說 這個就是非常的不必要 然後大家就是在某一個路段上 都會變得非常歸宿 很影響它的車流順暢度 那所以我們就把主議題變成說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立場的人 我們可以來討論看看 這件事情跟這項工具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進行一個事實的釐清 接著到分組討論 剛剛大家在布公的影片 有看到我們的會議很多 都會有小組討論的形式嘛 那小組討論的形式是因為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時間在 像這樣子的會議上 每個人都很完整的發言 有些人要在小組裡面 他才比較安心 比較主在可以發言 所以我們很常都會有分組討論 我們就會用更口語的方式 來帶領他討論 譬如說好 現在已經有區間測速在很多地方 在試行試辦了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因為其實顯然也遇到很多問題 機器設備等等的問題 那有沒有可以精進的方式 或者如果你真的非常堅持要廢除的話 你認為其他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你不能只是來提出一個訴求而已 而是如果你也同意交通的安全 還值得精進的話 有沒有比區間測速更好的方式 我們就重新設定了這樣子的 我們的協作會議的議題 那這個非常重要是因為 這個會有助於不同立場的人 他都可以願意來參與討論 好 那這場會議長什麼樣子 就跟剛剛的故宮門案子 也滿像的 我們也是有小組討論的一個環節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議題 小組討論的問題 那一樣會運用一些 其實就是一個線上的白板 其實就是一個線上的白板 然後來收集大家的問題 確保主持人有很精煉的 重整的發言者的內容 那因為剛剛有說 這其實就是一場會議嘛 其實也是一場公務門的會議 那我們也會有議程 那我們議程通常怎麼設計 這個是區間測速正義案 我們前面會讓部會先簡報 就是先把政策基本的資訊 先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然後也讓大家QA 確保我們在資訊的認知 有稍微對齊了之後 再來進行討論 以免變成平行線 好 那接著我們有大場的討論之後 就是分組討論 最後會有一個成果分享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一場會議的一個時間的規模 那剛剛有說我們重新設定的問題嘛 那這件事情其實需要很多的前置作業 所以部會其實會需要 幫我們開至少大概兩三次的會議 甚至業務單位可能要 我們會協助他們 一起去做一些訪談的工作 然後會後會由我們來整理議題手冊 那前置作業就是包括像這樣子 這個議題手冊在網上也可以找到 那我們就會把部會給我們的各種資料 公文 專家學者的資料 然後以及訪談的一些紀錄 等等的把它寫成一個是比較平易近人的版本 讓民眾讀的時候 他不需要去讀那種300頁的PDF 或者是什麼樣的理論大頭書 他可以只靠可能十幾頁的議題手冊 有一些圖表就可以很快的進入狀況 要不然大家如果到現場都還在問說 那水區間測速到底是什麼 然後到底速限是怎麼訂定的 大家如果他一無所知的話 他那個會議可能要開8小時 要不然就是你只開3小時 但是沒有任何進展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事前的功課 所以我們其實也要求民眾滿多事情的 那就會看到現場這個是當天的錄影 就是網友在發言 然後當時呢 我們就把現在到底哪些地方 是有區間測速的 那設置前設置後的這個速限 這些基本事實資訊 我們可不可以先來對齊 先來認知一下 好 那這個是我們議題手冊的內容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受訪者 那這個就是區間測速這一案 我們做的一些前置作業 那就是因為有這樣子前期很多多方的磨合 其實很多的對立的意見 我們事前就已經先掌握到 我們已經沙盤推演過了 所以現場的會議才能夠不會爆炸 這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醞釀 然後每一個案子都會有不同的情節要處理 這樣子 那重點就是大家現場不要翻桌 大家不用帶個共識回去沒關係 對 今天也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每一場會議 大部分也不會說 馬上就有一個決定或承諾 但至少不翻桌 可以讓大家對於彼此之間 面對面熟悉距離的感覺 會促進一點點的信任 好 那所以回到剛剛那張標題 我們從本來的網友的提案 叫廢除區間測速 接著我們做了一連串的籌備工作 我們也跟網友溝通 把協作會議的主題 重新訂定為區間測速跟交通安全 然後用事故見數 我們非常嚴謹 用事故見數來定義交通安全 跟車流順暢度的關係 然後分組討論的質疑 提示如何精進區間測速執法 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這樣子找到核心問題的過程 是我們非常強調就是 可能是比會議的結論還要更重要的事情 好 那剛剛有講到小組討論的部分 那這個是誰來帶領討論呢 大廠的主持人通常是由我們辦公室的人擔任 因為我們可能比較中立 就是我們做了辦公室 然後我們可能不是主管機關交通部 或者是警政署 我們可能比較中立 所以大廠的主持人通常會由我們辦公室的人來擔任 但是小組的主持人就很有趣了 喔 就是剛剛看到一小桌一小桌有人帶領主持嗎 這個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像區間測速這一案的 帶領的主持人是教育部 農委會跟內政部的這個同仁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剛剛參試有介紹說我們的制度是 在行政院的各二級機關裡面 都至少要推牌一名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一名我們今天叫PO 就一定要有一名PO來擔任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我們現在的玩法就是說今天這場協作會議 可能是交通部的 那帶領小組主持人 帶領小組的那個討論的主持人 就是跟這個業務沒有關係的 其他部會的公務員 他們也是中立的 而且他們會經過一連串的訓練之後 有能力去帶領現場的討論 那由公務員來帶領討論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呢 首先就是我們明白說 我們這位辦公室 可能不是會最長久留在公務體制的人 最長久留在公務體制的人 會是常任的文官 那我們希望這一套是可以 真的讓公務體系的夥伴們 可以一直持續run下去的 所以我們有比較制度化的方式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過程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去各部會去辦理一些培訓一些實作 就像各位昨天早上也有一個溝通的課程嘛 那我們其實也希望像這樣子的 一些技巧是可以深化到各個部會裡面去 所以我們就是會花更多的時間 去陪伴其他部會的PO 其他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來一起去帶領 像這樣子的一個會議的過程 那可以看到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是又是另外一場協作會議的照片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在討論一個衛服部的議題 衛服部的議題是什麼呢? 大家有吃過甲鹽嗎? 就是那個濾化鈉可能會太多鈉 所以有一個替代品就是濾化甲比較多的這個甲鹽 這種就台鹽有出一款 總之有一個低鈉鹽就是一個低鈉鹽 它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雖然它的鈉含量比較低 好像對健康比較沒有負擔 但也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可是甲這個元素 濾化甲這個元素是有天然放射線的 這個難道不危險嗎? 這個會不會也需要標示在我們那個台鹽的罐子上面呢? 這個就會有一些科學上面的知識的一些爭論 也會有一些大家對於食品安全的想像需要去磨合 所以這場會議衛服部的主題 就是由另外一個經濟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來帶領這個小組討論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實作的一個方法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是 當然我們在旁邊也會幫忙 可是是由部會裡面的夥伴去面對民眾 然後去協調這樣子的議題 那同樣的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專研一個技術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可以不翻桌 到底要怎麼樣可以不翻桌 那除了前置作業之外 我們還有設計討論的時候要怎麼帶領 那大家平常都是怎麼開會 大家應該是因為都是局所首長 我想應該很常在擔任主席的角色 那我們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經常都是聆聽大家的想法 然後做出一個決定 做出一個裁決 不過我們的協作會議 因為我們的調性不太一樣 我們會邀請非常多元的 可能是意見很對立的人 非常近距離的在一個桌子上面 就這樣直接的開始對話 那可以想像的是 就是如果沒有任何的工具引導的話 大家可能會面面相去 就對面的人可能就是跟我直接立場衝突的人 我要怎麼開啟這個討論 我們有辦法對話嗎 還是我們其實就會吵架 甚至離奇 離奇是有出現過的在我們的會議裡面 所以我們在做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工具單 這是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會從一個議題 譬如說區間測速 譬如說低納言 我們到底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好好的 它有什麼問題 大家先去盤點一下 你認為的問題跟我認為的問題一步一樣 把問題盤點出來之後 下一步我們就循著這些問題去討論 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針對A問題應該有一些ABC的解決辦法 針對B問題應該也有一些它的解決辦法 這些解決辦法提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先天馬行空 下一步我們要想的就是 這樣子的解決方法 會不會又帶來新的困難跟挑戰 那困難跟挑戰之後 還有沒有繼續克服的方法 最後這件事情需要什麼樣子的資源 哪一個部會要負責 這個是我們不一定每一場會議都會用掌 這個樣子的工具單行事 但我們會以這樣子的邏輯 去帶大家進入實際上的講話討論之前 先去順著我們待會討論會進行的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像劇本一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思考的流程 不是只提問題 也不是只提解法 也不是只提一些困難 而是它可以整體性的 平行的去思考不同面向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會請我們各部位的Po 在帶你討論的時候 陰暗置疑去操作的一個工具單 那所以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廢除區間測速的提案 所拍的這場協作會議的 實際上工具單的長相 譬如說大家覺得說 安全跟行車的便捷性都很重要 這兩件事情應該要平衡 可是好像來參加的民眾覺得 這兩件是不平衡 那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那這些辦法會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用這樣子的邏輯去帶領大家討論 重點並不是最後這張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之前去辦一些培訓的時候 發現大家很可愛 就是會想說最後要報告這個海報 所以要寫得非常詳細 但我們要強調的是 其實這只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輔助在討論的時候 那個動力可以引導的工具 今天換到不同的場域 它可能就會使用不同的工具 不一定是海報 不一定是便利貼 或者說譬如說現在大家現場是非常熟悉的 可能就不需要有匿名提問的功能 在不同的場合 我們就會用不同的方法 需要科技的時候用科技 不需要科技的時候 我們就捨棄這些科技工具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場活動的一個討論的方式 那大家究竟討論了什麼呢 就是大家究竟討論什麼內容 因為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先不細講 但是我們每一場協作會議都會有主字稿的公開 然後上面是會有大家的名字 那這件事情可能會讓大家有時候也會覺得有一點擔心 就是我的每一個字都會被主字稿公開 那不是就是蠻可怕的嗎 我們在自從唐宗正偉到行政院之後 他所主持的每一場會議都有主字稿 可是每一份主字稿 都不是打完之後直接公開 而是我們做完紀錄之後 我們的書徒師做完這個會議紀錄之後 我們會寄給現場今天有來參加的所有人 都會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就是那個主字稿的共筆的頁面 共筆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去上面微調 跟修改你自己的發言內容 譬如說我今天我是許恩恩 然後我今天參加這場會議 然後我剛剛可能講了一些 我覺得可能不是不該講的 或者是有一些罪字 結果都被那個書徒師打進去了 我覺得這樣公開可能有一點點不妥 或者我可能不小心公開到誰的隱私了 那所以我可以去修改我自己的發言 可是那個修改不能是那種直接語意上的整個修改 不然前後會變得奇怪嘛 就是可以稍微微調一下那個用字 所以我們其實也非常的保護公部門的夥伴 我們會確保大家有十天的編修期 可以編修自己的發言內容 那當然當然有人可能說 那假設真的有人誤刪了 然後或者是有意要創改怎麼辦 這個其實是可以 我們從我們的軟體的頁面是可以去查找到 就是誰去修改了什麼 但是這件事情就幾乎目前沒有發生過 可能有人不小心按到 那個是可以回復的 那個版本都是可以回復 但是目前還沒有發生過 我想公務同學都非常的守法 所以其實不會有什麼需要防閉的問題 說我們每一場會議 包括唐政文主持人每一場主治稿 可以在我們的官方網站找到 那這件事情體現了我們希望透明 可是我們又更希望促進信任 我們希望我們跟公務們的夥伴先一起促進 新的跟民間的夥伴也是 民間的夥伴也可以來修改他們自己的發言 好 所以這場會議討論了什麼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在我們的主治稿頁面看到 好 那但是很多人就會問說 好 那協助會辦完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然後還有什麼 我想在這邊跟大家再舉一些 我們其他的案例喔 還有一點點時間 剛剛有講到這個境外詐騙包裹這個議題 當場 當場其實是非常的刺激 非常刺激的意思是說 那一場會議來參加的人 除了網友 而且網友都受害者喔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有被騙過的人 然後甚至他們還很熱心的去組織社團 然後去幫助其他被騙的人 這樣 有很多氣憤的網友 那還有誰 還有各部會 我剛剛講的像什麼財政部幫助署 警政署 然後經濟部 各種各種部會 還有呢 還有各大的物流業者 像是新竹客運 黑貓宅急便等等的物流業者 還有統一超商 全家超商的代表 還有7-11的代表 有超商的代表來 因為大家很多都是在超商部管取貨 那還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還有地方政府的消保官 還有跨黨派的 兩個黨派的立法委員來現場參加 所以那個會議非常的緊張這樣子 非常的緊張 那這些人當然我們事前要不就是透過訪談 要不就是先透過拜會啊等等的方式 當然都有先做了非常非常多溝通跟準備 然後才終於可以讓大家坐在現場 那天的現場 其實大家的討論 互相認識彼此 理解 增進一點點信任 那個是這場會議 當時結束的時候僅有的一點成果 其實並沒有真的去解決 跨境詐騙包裹的這個問題 在那一天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 大家只是先認知資訊先對齊 知道那個跨境包裹到底會經過什麼流程 其實光這件事情就非常複雜 但是如果各位最近有看新聞的話 因為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 越來越多的網友是被詐騙 或者是出現一些爭議 不一定是詐騙 不一定會成立詐騙這樣 那各部會其實也都有推出一些配套措施 就像官務署 他們在那個報關的時候 海關在報關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用了一個APP 然後你可以去實名認證 假設我今天做 我覺得我這一兩個月應該是不會去訂網購了 我可以去關掉那個委任那個報關的這個功能 這樣我就一定不會受到有臉報裹等等的 那其實警政署也有很多的就是新招這樣子 來防毒詐騙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可能部會管得到的我們可能都還有力嘛 可是民間業者呢 就我們不一定可以很直接的去影響他們 有的時候影響力根本就比我們還大嘛對不對 超商是非常大的組織這樣子 那可是最近超商也提出了新的對策 因為他們行政一天拍了非常多人來參加 幾乎各組 當面好像分三四組 然後各組都有超商的代表 他們現場沒有承諾任何的事情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逼他們承諾 可是因為他們很近距離的 跟消費者面對面 也聽到專家的意見 誤會了等等 然後當然還有禮包委員 那後來大概是到今年的時候 才有很正式的全家跟Seven都有一些相應的措施 然後後來新聞就也有報 他們就會更積極地去協助消費者 甚至可以在超商去進行可能退貨的流程 等等的 那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剛剛參試的分享有講到說 開放政府的這種夥伴關係是很重要的 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政府埋頭苦幹就可以解決 有時候民間的效率更好 只是我們要怎麼讓民間動起來 我們往往力道不夠 可是我們可以借力實力 我們把民眾拉在一起 我們各方都坐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些壓力不一定是到你身上 可能是到民間業者的身上 甚至是民間團體 就是一些NGO等等的 那另外一個剛剛沒有提過的案例是 之前有一個比較簡單比較單純的議題是 有關於核成章腦丸 大家知道這個會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核成章腦丸 他對某一個疾病的患者會有一些麻煩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清楚了 對就是殘痘症 那所以這個提案就是 有殘痘症患者跟他的家屬 一樣在剛剛那一個 公共偵測網路參與平台提案 然後破五千被選上 然後跟我們做協作會議這樣 那所以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他們是訴求要全面禁止使用核成章腦丸 那大家可以想像這會面臨什麼衝擊 就是生產殘腦丸的那些廠商不就要倒閉了嗎 那所以我們事前一樣進行了訪談 然後非常的殘酷 你會看到小間的廠商跟大間的廠商 他們的自信就很不一樣 小間廠商就說算了啦 那我都給大廠商併吞就好啦 然後我們只生產這個 你這樣不就叫我要關廠了嗎 要倒閉了嗎 其實對環保署有非常非常多的憤怒這樣子 可是其實這只是一個網友的提案 環保署並沒有說要全面禁用 但後來我們一樣是把網友 把殘痘症患者跟他們的家屬 跟一些專家 醫學上的專家等等的人一起要到現場 也包括廠商全部都要到現場來一起討論 像這樣小多小多的討論 最後我們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套的方法 可能的配套方法 不一定是全面禁用 然後其實那個提案人現場 他也非常的明理 他跟他一起討論之後 他也覺得說不一定 至少不是現在短期 需要全面的禁止使用 他們更在意的事情 其實不是說髒腦丸會對他們 可能非常嚴重有致命的危險 不是 而是如果有一些公共設施裡面有髒腦丸 其實我就會怕了 那是不是就影響到我使用這些公共設施的權益 他們也很在意這個金融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這個案子過了幾個月之後 環保署其實也有繼續的去追蹤 後來就是從公共廁所先禁止使用開始 我們公共廁所至少可以禁止使用嘛 可是民間業者可能有他的需求 一般消費者可能真的很想要用髒腦丸等等的 我們還是保留他們消費者的權益 可是我們公共的設施 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可能成本高一點 那至少不會讓我們的弱勢的 譬如說像患者等等的人 他們可能會遭受到一些風險 或是禁用性受到損害的問題 所以這些案子都顯示說 其實我們不一定每一場協作會結束之後 都是由公共們來參財這個意見 然後去進一步的實行 很多時候是民間可能會加進來 就是一起去幫忙 甚至提案人會被說服 後來張老丸這個案例啊 家屬來的時候他們自己提的解法 也並不是要禁止使用 他們是希望說環保署可以跟場上 一起去公開一些 哪些地方可能會有張老丸 這樣子的話 至少我們家屬可以自己製作地圖 就像之前口罩的APP一樣 我們就知道哪邊可以去 哪邊不可以去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不一定是我們要解決的 而是大家可以一起解決的 那總之呢 即使當下協作會議的當天沒有才識的決策 但是後續的發酵跟監禁 會因為這樣子的參與而不同這樣 反而是如果假設當場要做才識決策的話 很多聲音可能是出不來的 甚至很多時候可能就會直接 轉為一個對抗的形式這樣子 好 那繼續再講這件事情 協作會議然後呢 協作會辦完之後然後呢 這個然後的答案可能要看我們問的是什麼問題 很多人都會對我們在做的這一套 有一個深刻的質疑 就是說那你們這樣子不是很耗力氣 然後又很慢嗎 就是不是很慢嗎 沒有辦法馬上去立即的回應一些需求嗎 那我們必須要承認我們是有所取捨的 我們更大的重點放在去創造一個 對話跟溝通的過程 我們要讓大家相信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它必須很慢 可是它會更有效 它會可以減少往後更多的抗議 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先把那些 以後可能抗議的人先邀請來一起討論的話 那所以只是你把成本放在前期而已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信任 信任才是我們的重點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三次講過的內容 我就不重複 開放政府的四大要素 就是透明參與客戶的涵容 這件事情我們也非常 這它是個非常概念性的東西 非常原則性的東西 但我想特別強調的事情是 這些不是拿來拘束我們公部門夥伴的 一個警惡咒 更多時候我們是希望民間 更關心公共議題的同時 他們也要更負責任的去表達意見 而且他們要一起來跟我們的 公部門的夥伴也好 或者是專家 或者是多方的厲害關係人也好 提案的民眾、網友 你也要來到現場 你也要參與 用現場也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參與這個討論 而不是只有講自己的想法 講自己的訴求 所以這個開放Open-minded的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心胸 不是只有教政府單方面的開放 而是大家都要互相的 可能有時候是你先 可能是我先 釋出一個溝通的橋樑 接著我們才有辦法去促進我們的參與 而且在會議的設計上面 如何讓大家被講的話都可以去追溯 不只是我們自己官員講的話 也包括民眾講的話 你也要為自己講話負責 動保他們講的話 你也要為自己講話負責等等的 那當然我們也非常重視 有一些人他沒有辦法來到台北開會 或者是他有種種的理由 他需要匿名等等的 我們會用很多科技的手段 來促進大家可以參與這樣的討論 而不會去損害到他本身的權益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想要在這個階段 會分享的一個協作會議的內容 然後待會兒會讓大家 進行一個簡短的休息 那我想要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是我們的另外一個案子 是才剛辦完的一個案子 他比較輕鬆一點 我想就是可以讓大家轉換一下心情 這個是 這個跟剛剛的案子都不一樣 我剛剛有說我們的案子 大部分是來自網友的提案 可是其實部會局處的那個同仁也會告訴我們 尤其是他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為什麼都只做網友有興趣的 民眾有興趣的 那我們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可不可以也多多促進民眾來 跟我們一起交流呢 所以我們在去年開始 我們有一個新的制度 就是各部會就是自己提 想要做開放政府的案子 那我們就會去想辦法一樣去微調 去調整這個題目要怎麼設定 怎麼帶討論怎麼做會議 那這個案子是由農委會 農委會的茶葉改良廠 他們提了一個案子 大家都喝台灣茶嗎 大家都喝台灣茶嗎 應該多少都有喝過對不對 那這個台茶 台灣茶應該還有很多 可以在尤其是像國外推銷跟經濟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86場賢作會議的影片 我們在尤其是 每日來的 這個用來的 我們要在台灣 我們在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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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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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只是查該場埋頭起來 自己做到底查商、生產者、消費者 到底看不看得懂 這個是不是他們要的風味輪 他們會不會欣賞這個東西 會不會去使用推廣這個東西 那他們就是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這個風味輪他們第一個版本 就後面還會繼續的經驚不同的版本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提案到 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約會上 然後勸品眾選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也意識到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它是不是跟那種很對立衝突的議題 這個性質不是很一樣 所以可能就不適合像剛剛這樣子 一個大海報 然後就開始大家討論 然後便利貼 然後很嚴謹的收整等等的 他可能更需要的會是一個 如何讓現場的人可以刺激一些創意 或者說即使我不是查的專家 我也可以透過一些帶領的方式 我可以用很簡單的話的方式 讓引導者去把我的想法 變成一個實際上的一個很粗略的樣品 那這個樣品它不用很精緻 可是查改廠就可以去看到這個東西 而得到一些啟發去修正它的風味輪 所以我們這一場活動 大家會看到非常多的過程 都是在共同創作 我們選了很多素材 然後就是除了筆啊畫筆之外 然後我們也希望他們可以 甚至去把那個風味輪剪開 就是我們也先跟查改廠溝通 請你們多準備一些 我們就現場剪開 看看大家會不會可以結構之後 然後又會有新的想法 那當然還是會有很多討論 所以剛剛大家會看到一些便利貼 我們還是可以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在那個前後去確認說 到底風味輪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如何去推廣這個東西 這些目標還是很明確 還是被需要被討論的 所以像是我們這樣子的案子也是會有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辦完的一個 屬於部會自題類型的一個協作會議 那剛剛跟大家介紹的大部分 會是網友提案的這個協作會議這樣子 好 那待會兒會有一個短暫的休息 然後到40分 那休息過後會讓大家有一個很簡單的 小的實作 非常非常簡單大家不要擔心 跟昨天上午的比起來 我猜應該是簡單很多 那在正式休息之前 我看一下還有4分鐘 我先來看一下那個slide的問題 好 剛剛大家有一些留言 然後我們因為今天辦公室 也有很多的夥伴來參加 然後他們也有先幫忙做了一些初步的回應 剛剛有講到說像是核位開放政府 我們剛剛其實講了滿多的 那如果還有不清楚的部分 可以針對看哪一部分可以再繼續的追問 那我把這個熱門的問題先放前面 好 這邊都是沒有按讚啦 5,000人如何決定? 5,000人如何決定? 這個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公共政治網路參與平台 是屬於中央的國發會 國發會就是設置的一個平台 那5,000人是他們提案的這個機制 過門檻的一個數字 那5,000這個數字怎麼訂出來的 其實是有參考一些國外類似的網站的功能 去決定說以我們的人口數也好 以我們實際上的操作怎麼樣是比較適合 那就我所知其實這個數字有非常多的討論 但如果我想這個問題有可能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為什麼是5,000 另外一個是5,000之後可能很多案子都5,000 那我們怎麼選擇要做哪些議題 那這個跟剛剛參試介紹的 我們說我們有一套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各二級機關都有一個至少 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每個月會開一次會 那在那個會議上當個月超過5,000的議題呢 我們會請主管機關簡報 然後所有人投票 就是所有PO的投票 所有各機關的二級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然後大家去選出這個月有哪一個案子 是要跟我們辦公室合作 一起來辦一些作會議 所以是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內部的機制來決定的 好 然後接下來還有問題是 開放政府目前實務運作上有限定在哪些 因應範圍嗎 新人都不足的社會如何進行開放政府 是否只有中央政府進行成果較好 有沒有其他縣市政府的經驗 這個就我想待會兒 這個問題有一點點大 所以我先不佔用休息的時間 我先review一下大家的問題 我們參試其實有一些回應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試著回答上面的問題 我們建議開啟的時候會比較跨不跨 這應該是議題的選擇 好 那大家就可以再上去這個上面看 待會兒這個頁面也會放在上面 然後信任的問題 參試剛剛也有做一些回應 那還有更具體技術性的 低設定地位的民眾如何操作 好 像是這個多元力太貫人的一個議題 我待會兒會用另外一個 跟剛剛上面的引體又很不一樣的 另外一場協中會的主題來跟大家做示範 我先把問題放在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繼續去留言跟 也可以去回應別人的問題 然後如果是你覺得很重要 你也很有興趣的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在最右邊的站這個地方按 就是因為這個戰術越高就會在越上面 然後現在最多戰術是我的大家照安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 除了問問題之外也可以去按讚別人的問題或解答 那我這邊的時間先休息 待會40分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個 一個跟神豬有關的協作會議 然後會有一個小時做之後 會讓這位來做QA 那我們就先敬禮休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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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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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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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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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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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